7點起床準備早午餐 帶著愉快的心到達機場 準備轉乘858號公車前往庫肯霍夫花園 時刻表不太準 等到9點14才有公車出現 好險有擠上這班公車 大約30分鐘抵達庫肯霍夫花園 在安排行程的時候 就一直祈禱著 拜託神啊 賞花車前一定要給我們好天氣 耶 念你有作效 很幸運這一天是個晴朗的好天氣 庫肯霍夫花園 位於荷蘭麗社小鎮 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金香花園 每年3月下旬到5月上旬對外開放 到現在已有70年的歷史了 每年園內展示的花卉都超過700萬朵 由荷蘭境內100家花卉供應商提供球機 所有的玉金香都是前一年的9月中起 由40位圓丁親自摘種 不是只用機器大量摘種的 歷經寒冬的生長 經農民半年來的細心照料後 我們才能在隔年春天 短短兩個月的展期內 欣賞到這些成千上萬 色彩繽紛的玉金香們 和其他球精花會在園中 蒸其豆葉美不生收 為炸暖還寒的大地燒來春天的氣息 如果你也是春天拜訪荷蘭 絕對不能錯過來庫肯霍夫花園朝聖一次喔 2018年的花季是3月22日至2018年5月13日 花園開放的時間是早上8點到晚上7點半 售票處開放的時間是早上8點到晚上6點 每年開園的日期不同 請以官網的資訊為主 花園正門附近設有免費儲物櫃 周圍的涼亭有提供免費無線網路連接 售票處、諮詢台、入口處都有提供免費地圖 是不是會想在這邊買 門票我們是在官網購買的 成人票一張是17歐 線上買票會有刷卡手續費 買完後電子門票會寄到E-mail信箱 記得再把它印出來帶著 入園時給工作人員掃QR Code即可 如果是在現場買票 就要加收1歐元的紙本費用 先買好門票可以省去現場買票排隊的時間 開園期間都可以任選一天使用入園 以上就是我們2018年的購票方式 2021年請以官網資訊為主 入園後記得拿免費地圖 因為園區蠻大的 用地圖可以快速找到 離你最近的廁所餐廳和商店 真的蠻方便的 走到最邊邊有一條河流 藍天白雲倒映在河面上 從這裡可以看到花園外的花田 還看到有好多人在滑獨木舟 這裡怎麼拍照都好美喔 庫肯霍夫封車 可以進去封車裡面參觀 二樓有观景台 但游客太多了我们就没有上去 旁边有纪念品店可以逛逛 还有大型传统荷兰木机提供给游客四川和拍照 这里还开满了白色樱花 随着徐徐微风吹着樱花摇曳摆动 白色花朵称着蓝天真的很美 白色花摇曼摆动 到了米菲兔的专卖店 超级可爱的 差点就打算拜一只带回家 交通部分我们是坐火车加84858 这次我们住在霍夫多普的民宿 使用阿姆斯特丹市区及郊区吃到饱交通三日券 吃到饱三日券费用是一个人33.5欧 对我们来说蛮划算的 选择先坐火车到史基普机场 再转搭巴士858号到库肯霍夫花园 花园内有800多种各式各样的彩色浴金箱 有很多品种都是第一次看到的 每周一部都有新的惊奇 都要驻足好久好久 不停拍下许多照片留下最美画面 园区内除了郁金箱 也有水仙风性质和各种花卉 让整体视觉效果更是完美 库肯霍夫花园的附地蛮大的 园区内被规划成数个区块 每一区所种植的品种与色彩都不见相同 看得出荷兰人对于园艺规划相当细腻与坚实 整体逛起来相当顺畅 到处都有椅子可以坐 走累了想休息 还可以坐着近距离欣赏美丽的花海 如果是春天花季期间来到荷兰 真的值得来库肯霍夫花园体验一次花的饗宴 河兰的风真的很大 所以四月底来到荷兰赏花 千万别被看似温暖的天气给骗了 建议也怕冷的泥 保暖小屋要带足够 手套围巾毛帽暖暖包保温杯不可少 我每天放这些净几水 �든纸水 冬余 整厂 在大雨 收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園區中的花大多是一區一區的 配色相當繽紛 在陽光照射下花朵更加艷麗 層次更為分明 殺了超級多記憶卡龍亮的 園區內還有小湖 湖中有圓形木板 大家排著隊走到另外一頭蠻有趣的 到了午餐時間餐廳裡面的遊客爆多 好險我們有自備糧食 一邊野餐一邊賞花真的好享受喔 但我們沒有花太多時間在吃的上面 就是要把握剩下賞花的寶貴時間 逛了又逛 最後因為真的太冷了 我們就轉移正地 躲進室內展區的休息處 取暖間休息 想想隔著玻璃賞花也不錯嘛 因為時間的關係 室內展區只有大約看看 結束4個小時庫肯霍夫花園行程後 就決定往下一個行程前進 都來庫肯霍夫花園賞花了 怎麼能不租輛單車 由綠色小鎮賞美麗花田呢 大門附近就有租車站可以租單車 工作人員會看你的身高 提供適合你的腳踏車 我們在他們眼中就像哈比人一樣 所以挑了青少年騎的車給我們 出發囉 跟我們一起去綠色花田 荷蘭的道路平坦又好騎 跟台灣一樣是靠右邊騎 又有規劃完善的自行車道 加上這天路上的車不太多 騎起來蠻舒服的 我們往地圖上黃色區域的花田騎去 不過一會就看到紅色的玉金香花田 旁邊還有可以休息的桌椅 可以跟三五好友一起坐在花田旁 一邊賞花一邊聊天感覺真棒 綠色花田 位於庫肯霍夫花園附近 我們會選這一天賞花 也是查了很多資料 評估四月中到四月底 花田中的花還沒收割的機率比較大 應該算是比較保險的賞花期間 原本是兩個花田在掙扎 這本花田更為遼闊 又有步行日、單車日等活動可以參加 一度讓我們好心動 超想看一望無際的花海 可是交通比較麻煩 最後還是有地利之變的綠色花田勝出 我們騎的腳踏車同時有手煞也有腳煞 有點不習慣 好大一片玉京香花田 看得我好想衝下去拍照喔 超級羨慕花農可以徬徨在花海中 但是荷蘭的花田都是濕冷土地是禁止進入的 除非你取得花農同意才行 有的花田就在路邊 忍不住近距離捕捉美美的玉京香 今天的天氣很好隨便拍都好看 酷可是意我眼前的景色 美到彷彿置身在風景明信片當中 北風呼呼的吹 吹得花兒搖曳生枝 瞧綠色小鎮就像染上彩虹顏料的畫布一樣 兵紛奪目美的不像畫 真身烙印在我們的腦海中 荷蘭的玉京香花田可是舉世聞名的 第一次拜訪荷蘭就能造訪兩處賞花省地 看到如夢似幻的玉京花海 真的太幸運了 相信我你一定要親自來荷蘭 親眼看看這些美到不像畫的花朵 絕對會讓你永生難忘的 每到一處花田 總是驚嘆好久好久 拍了好久才依依不捨的離開 繼續挖掘下一處美景 騎了三個小時左右 結束了綠色小鎮賞花的單車之旅 帶著滿足的心回民宿去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